工廠內好幾名黑衣人圍坐在地 一群人闖進廠內聊天逛街 整個霸佔工廠 員工老闆傻眼驚慌 更誇張的是隔天早上 一大台拉車擋在門口 那群黑衣人又來了 這回是來辦工廠機具 找來一堆人 他們說老闆欠錢要機具抵押 承辦人來掃個印章 才他就是等機會 萬一你跳票了 我馬上拿這個東西來去辦公室 明明借了錢都還沒拿到 但卻被要錢 討厭這名良心的老闆 因為周轉陸林向高利貸借款 百萬三次 最後一次對方說 用機具抵押借三百萬 但文件千一半 錢都還沒拿到 還款日期也沒到 對方竟說他跳票 拿走了千萬機具 只是更不滿的是 他報警後控訴警方偏袒高利貸 眼睜睜看著黑衣人 把廠房機具都給搬走 桃園工廠如今被搬空 僅剩下部分大型機具 甚至裡頭還是有黑人佔據 自己的廠都無法進入 報警沒有讓他心生恐懼 一百萬的東西 可以搬到兩三千萬 反正說我這一些 我處理掉 我還可以再工産再去 但那東西跟你搬那麼多以後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 警方認為對方文件合法 雙方屬於民事糾紛 各說各話 供權力無從介入 恐怕這財務糾紛 還沒等到法院定奪 這生意已經報銷 屆時就輪下台北採訪我到 我愛你